约会大作战 那么动画一季比一季更糟糕的清改作品 如今约会大作战第四季终于正式播放了 那约会第四季的品质到底如何 它是否真的可以让观众们感到满意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觉得约会大作战特别香的YouTuber胡马桑 今天我们要聊的动画是约会大作战第四季 自从世界新发播放后呢 有蛮多观众留言希望我可以聊聊约会第四季 其实这也不奇怪啦 因为我之前就已经做过约会大作战动画版全系列的影片啦 有蛮多观众是透过这几支影片才认识该赢到的 再加上自从约会大作战第四季正式公布制作决定后呢 其实就已经受到许多粉丝和网民们的关注啦 因为这一次是由Gatway负责改片约会大作战第四季 除了人物原案、机械设定、音乐和音乐制作继续沿泳过去的班底以外 导演、片剧以及原话可以说是进行了大换曲 尤其是导演终于不是沿泳镜太郎啦 我好开心啊 耶 好啦 我无可否认袁永指导的约会第一季和第二季是不错的 尤其是第一季更是经典成为了无数宅宅们的启蒙之中 但这已经是过去世啦 不管过去他多么的再威华也好 无可否认现在的约永气态是多么的放飞自我 你看看 约会大作战第四季的故事给你搞成什么鸟样啦 哈? 所以袁永先生你还是休息不要再碰约会大作战斗马系列啦 当然这种换导演、换作战队的举动也让很多观众粉丝们的心灵感到不安 因为Gateway之前有负责改变过《狂山外传》多么 虽然画面比较不错啦 但是不是改变方面的并不是很理想啦 再加上那冷色风格以前面三部曲有着很大的差别 很多老观众都不习惯啦 所以第四季还未播放直线呢就已经有被一新观众唱衰啦 如今约会第四季已经播放第六话啦 那约会大作战第四季好看吗 我觉得 不错 他暂时没有让我失望 他依然是那部约会大作战 并不因为话的导演和作伙团队而变位 算是没有让我白期待的续集啦 首先故事还是像瓦茶一样 就是世道和一群 经理后宫们相处并且拯救经理 然后与经理约会收服新后宫的故事啦 这开始非常套路的后宫剧集 却是约会大作战的卖点 因为本周的女主角真的太有魅力啦 再加上后过我们看到毫无重复又独特的性格 以及自己的个人故事 所以约会里的妹子呢 成为了吸引非常多的观众路客的重要核心 也是粉丝们持续支持的主要原因啦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类似石香派 狂商派之类的老婆阵营啦 再过去如果你有过一些动漫路他网站的话 是可以看见一些网民会是自己心爱的老婆 与对方争入不休的 顺便提 如果你是从过去的旧频道 追到现在这个频道的老观众的话 大家都应该知道 我喜欢的妹子以及老婆是 狂山 麒麟以及七罪 但前几天我突然觉得自己大力的想法太天真啦 我怎么可以一直被二次业的妹子一直喊老婆呢 我真的太幼稚啦 我顾巴啥以及经济商 啊不是 我是说自己已经是永远18岁的男子哈啦 不能再幼稚下去啦 所以我决定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顾巴啥全都要 总而言之 约会的故事就是这么如此的香辣 第一次进也加入了两位新妹子 分别是本条二雅以及心动六餐 两位新角色的个人故事目前为止 我个人是挺满意的啦 除了本条二雅的故事 所有给我有一股一些些咖啡机的感觉以外 故事上时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啦 由于现在为止 我对故事本身并没有多少的看法 所以故事我们就聊到这里吧 好 现在来我们就要聊到 大家非常关心的人设以及制作品质 尤其是前者算是许多老化众们非常关心的地方啦 老实说我自己个人观看第一话的时候呢 我并不太习惯新的画风 我不是说新画风不好看 大家计划不要误会 只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前面三季的人物风格啦 所以刚开始我也有一点点不太习惯 但习惯过后呢 就会觉得第四季的新人生蛮美的 而且有一些角色我有感觉到变得更可爱啦 所以新人生方面我个人是给予很高的评价啦 OK 虽然我刚刚好像收到 自己对夜未到这大第四季抱是很满意的 但这不代表我对第四季没有任何的不满 它还是有存在一些影响我观看体验的地方 那就是2D加3D的场景 我先声明一下 我个人是对Gatray的制作品质是感到满意的 但是我对于第六话拯救新宫六叉 弄到2D加3D的战斗场景感到不满 老实说我并不喜欢这种2D加3D的表现 如果你这种表现是用在母舰战的话 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 但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你要用在人物身上啦 2D和3D之间的切换非常的不自然 又很奇怪啊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眼睛有问题啊 我察觉到3D人物的剑模有股走心的感觉 人物一动也是很奇怪啊 感觉好像是只张人在走路似的 当然我个人是有看过比他更糟糕的3D剑模啦 比如爪身四叔又只要动画吧 可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前面两部曲的战斗作画啦 要用现在的眼光再看回去呢 前面两部的战斗也不怎么样啦 他至少做到了前后风格一致 并没有下第四季的切换画面那股不自然感 什么啊 你问我为什么没有提到第三季的战斗 废话 当然是第三季的战斗很辣 而且有一点我不明白的是 使用2D作画词线战斗啦 那为什么第四季会敢用3D呢 这我就不明白啦 难道是因为使用3D技术比较容易制作 或者是可以省钱省时间吗 我是不知道啦 所以既有相关技术知识的观众老爷们 在下方留言区帮忙解答一下 3D技术是否真的比2D来的方便 我是真的蛮好奇的 虽然我刚刚说 约会第四季的战斗部分并不是很理想 那就如我前面刚才所说的 妹子才是本作的重点 只要你的角色不要向约会第三季 奔到国外观看体验的那种程度的话 大致上我个人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啦 好 以上就是我对约会造作战第四季 暂时的感想啦 由于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内容 我会比较坐在 第四季的制作品质 以及我观看这六万的观看体验 加上约会第四季 目前为止的故事也没有什么好聊的啦 所以今天的节目内容会比较短一些 请大家多多见谅吧 但是我这些都有做过 十些各种的影片啦 所以大家应该会原谅我吧 OK 观众们对约会第四季 又有什么看法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哦 如果大家想要本期节目的话 请大家按个赞 给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支持我哦 也请大家关注我的Facebook专业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